Hello大家好,欢迎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哇,今天是大年初五,也是我们春节特辑的最后一集 我们先前在说凡尔赛宫时,就很多人留言提到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宫呢 即便外观雄伟壮丽,内部富丽堂皇,却总是臭气寻天 这是因为凡尔赛宫的宫测数量严重不足 再加上排水系统不发达,甚至很多王宫贵族直接随地便利 就让凡尔赛宫充斥着恶心的臭味 但是比凡尔赛宫大上好多倍,甚至没有一间公厕的紫禁城 却没有臭气寻天的问题 难道皇帝、皇后、嫔妃们真的都是不用排泄的天选之子和仙女们吗? 紫禁城经过明清两朝的建设成为总占地面积72万平方公尺 建筑面积15万平方公尺的超大型宫殿区 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善继祥 花了五个多月穿破20多双鞋 亲自走遍整个故宫 统计出来紫禁城内共有8728间房间 不过这偌大的紫禁城却没有一间厕所 紫禁城内为何没有厕所大概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古代比较迷信认为厕所是堆积惠物的地方 在大清天子皇帝居住的地方怎么可以有惠物之地呢? 另外一个则是古代没有像现代一样的良好排水系统 都是让排泄物累积到一定的量再送去堆肥 所以民间的粪坑常常是臭气冲天苍蝇乱飞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在紫禁城发生啊 所以紫禁城里面没有常设的厕所 但是虽然没有厕所也没有发生如同凡尔赛宫随地便秘的情况 最大的原因就是紫禁城内有大量的工人 在清朝时期的紫禁城就算最鼎盛时期 这些皇家主子们 皇帝、后宫嫔妃、皇子、皇女、皇宫贵族等等的常住人口 也不会超过两百名 但是打杂侍奉的宫女太监们至少都有三千到五千人 所以虽然紫禁城里面没有真正的厕所 但实际上各自居住的宫殿都可以当作厕所 当皇帝、皇后、嫔妃等小主们内籍想要上厕所时 工人们就会传官房 官房专门是指给皇家成员们使用的马桶 官房的主体通常是木质的框架 中间挖有一个圆形开口 开口处在铺设精致的软垫 官房内会放置便盆 这些便盆有木质、瓷质还有席质的 里面会铺上一层特制的香灰墨 这不仅能够掩盖排泄物也能掩饰臭味 穿了官房后 宫女太监们会在寝宫的角落铺上一层油布再放上官房 以屏风或是布连隔开 小主们就可以自在的如厕了 有些宫殿还会在隔间中留下一小个空间 供主子们如厕用 而使用完的官房会被送到禁房 太监或是宫女们会在这里将粪便集中 并将官房清洗干净 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 就会由禁军进宫来将粪便清运出宫 而皇帝皇后平妃们如厕后所使用的纸 多是由杭州送来的特别草纸 或是由内宫兼纸房造的纸 据说明朝还有段时间皇宫用的是蚕丝做的薄 慈禧太后的官房更是奢华至奇 据记载老佛爷使用的官房是用珍贵的檀香木雕刻而成 外形是一只大壁虎 壁虎的四爪就是底座 骨折的肚子刚好放置便盆 而壁虎的嘴巴是放置手指之处 眼睛还镶嵌着红宝石 慈禧太后的便盆里面铺的也不是一般的香绘末 而是晒干的松香木碎屑 既干燥又蓬松 而太后使用的手指当然是上好的细软白棉纸 为了不伤到老佛爷细致的皮肤 宫女们还会精心加工 在老佛爷使用前呢 会在细棉纸上均匀喷洒物状的水 在垫上湿布细心用运斗运干 这样制作出来的手指不仅光滑也没有纸毛 才配得上老佛爷 而且据说为了显示老佛爷的尊贵 慈禧太后的官房 无论是送进寝宫或是送出寝宫 太监都是要顶在头上的 相对于主子们的尊贵 宫女太监们上厕所就十分简单了 通常在每个宫殿的阴暗小角落会设立禁房 里面放置宫筒也就是变盆还有煤炭灰 宫人们如厕时就将煤炭灰加入变盆里 如厕完毕再将惠物处理好变盆洗干净 如此一来紫禁城里就可以长保清爽干净 不会出现像凡尔赛宫那样臭气熏天的状况了 不知道大年初五说这个话题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不适合 但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啦 春节特辑紫禁城的小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每天的捧场 并且再次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能虎虎生风 我们正规节目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